各位第一期观众大家午安 又来到我们凤凰蜜的时间 我是何怀生 今天是礼拜五 所谓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但老师喜欢他愉快 现在大白跌了九千点 所以你才更要愉快 因为这是难得有一次再次 给你机会重新做规划 但每次你要把动作要做出来 这是难上加难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动作 晚上礼拜五 今天晚上我们在台北 有一场演讲会 就这么巧 每次大白的时候 有点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出现 这地方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特别在那边 办了一场演讲会 包括今天晚上 包括明天的早上到晚上共事场 北中南通通一起到位 一起到位 也希望你一定要务必 你要做动作帮你真的要了解 股市要怎么赚钱的方法 怎么样反败为胜 你再来 如果你只是大家说 我股票要套 我不知道要怎样 不来听看看 不好 不要这种事 你要怀疑的 真的说实在 第一个我帮不上你的忙 我是希望你赚钱 那你如果说 我这人讲话说实在 比较直一点 不太会安慰别人 实际上你如果早一点听我的话 这个庞勤 你早就笑一笑 现在投资朋友 你永远都什么 都是那个每个没有抓到 等下事情都已经发生 他说那怎么办 所以你要改变那个操作 在股市 财务朋友你会输什么 你喜欢跟外资法人 就不对的 这个都你要克服 这个要怎么克服 然后可是没有看那些东西 我没有安心 我不敢买股票 那你来演讲会 我告诉你如何的趋吉辟修 这东西在演讲会 我教你一两招 搞不好这个 这个又比你 这个就是秘方 现在股市就是工 一点工坊没了解 一般懂的人 真的高手 他不会跟你讲这些 因为他是操盘很重要的一个 操盘赚钱的方法 赚钱的方法是留着什么 留着懂得跟你珍惜 跟你欣赏你的人做分享的 不是说一定说这么样 都不会分享 只是说你都不珍惜 我跟你讲干什么 我讲真的 有时候人生不是为了 那个丹丹 那个 是一种被人家欣赏的感觉 那是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也根本有心想 你不要给我怀疑 真的说实在 相信我 高手就是有点个性 没有办法 这地方你要原谅一下 所以你就好好把握一下 以后你就会赚钱 以后你就赚钱 比如说9593那个时候 政府那是 对不对跟你讲 审慎乐观 结果行情什么 还是有涨一点 我跟人家小心 这审慎乐观 这两个这四个字代表什么意涵 你说他已经跟你讲说 我就卖掉了 这两天他有跟你讲说 他不知道在跌什么 他怎么不知道跌什么 他希望他看到这个跌什么 他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话又说 已经跌到这个地方 你真的要站在买方 买就对了 买什么股票 对这个买什么 不是买你手上套牢的股票 拿你手上套牢的股票 换汇上涨的股票 我只能让跟你讲 剩下这档股票也是心知肚明 奇怪了 我难道没有跟你讲过吗 今天晚上很多人要为这档股票 垂心肝 对不起我 包括有人说 在这个月只要买这档股票 大盘现在跌不久 有点关于什么事 对啊 包括它进去在下跌 连续性的下跌的过程里面 我怎么告诉你 你要小买的 143 跌停满那天刚好上节目 142.5 对不对 142.5 隔天还有136 一个叫小买 一个就到大买 简单一点 你这个地方通通都赚钱 当然这行情中好是mortem 对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趋势 这行情的趋势是一个很大力量 在往下跌 而且下沙取掉 就是有人已经在做 调整股票的动作 还有人在做停损的动作 那对有些股票 人家停损是好东西 你稍微拿来问我一下 那你没办法去演讲 那没有办法 这地方来讲 你务必好好给自己一个机会 因为当下不是年初那种行情 现在这行情是高手的行情 你当然我是不是 我还不错 我跟你讲说高手 真的说是你见不到的 包括你应该要是 是真正要找寻一个真正的一个有价值的难得的一个一个真的高手 才有办法把你这个钱赚回来 所以你所谓常常都寻求软体机器 看爆章的媒体说这个有准 现在今天还准的 不是今天他要持续稳定的准 当下唯有我啊 那我说老师你就是高手 我不敢这样讲 高手你见不到的 可是我可以介绍一两招 一个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去 你觉得如果我还不错的话 那真的说是啊 那你更是什么 你更要相信我背后的幕后英雄 他就是你可以依赖的靠山 我就是一个团队 我不算什么 我只是一个团队的代言人而已 你今天能这样看我们的节目 到现在还能获利丹景 你要谢谢他 谢谢这些高手 简单要交一点过来说话 这就是你学的技术线型 我也跟你讲到第八个月的转折点 还有什么像丹景一样这种形态的股票 你可以利用它基本面跟技术线的结合 那个就是什么 就是那种东西才是提升你自己的 你赚钱的价值 因为第一个基本面 它有时你太早看到它的基本面 法人也知道 的确这种东西不是只有担当我上 那你要忍耐那个时间的震荡的痛苦 你受得了吗 对不对 包括你配合它的技术线型 再做结合照 哇 你真的是百分之百的 那个股市的什么 一定是会最急 你的获利可以极大化 利用技术线型 但是技术线型不是随便弄的 什么线的吗 一下子条在上面 所以它一定有一个特别的 你可以了解 人家法人是看什么在买进的 好不好开盘你怎么样看出 这个盘丹景今天就是要涨还是不会跌 大盘怎么样都跟它没有影响 我不是今天来跟你讲的 我跟你讲那丹景真的说是 这个东西就是 就在这个一四二点 我节目的时候跟你讲的 我就想为什么 因为量 量不对 什么叫量不对 量没有大跌的理由 因为量就在一万张左右 我也可以坦白跟你讲 那就很简单 对 所以你需要一个信心 没有人跟你讲出来 它量只有一千多张 有没有反弹 你那时看它跌的时候 没电机面不准 我跟你讲它这个里面 要一抱一个黑黑棒 而且你抱大量去 因为这根量是七千多张 包括这个月是第八个月 那个长线月线 第八个月转折 再怎么样 把它走完这个月再说 你这么急什么 还有两天 所以难得既然它已经要 一定这个月 它一涨难点 难得它有修正又量缩 这个当然你要十拿九稳 你最少百分之八九十的 把握就不错了 如果不小心真的 你就有十%的那种 就是说你的获利的九 对啊 你要十拿九 就等于是百分之百的 讲实在话 那你稍微小心一点 有时候行情 不如你预期中的规划 你就散射一个停利点就好了吗 就停利点吗 就停利点就好了 停利点就等于是停损点 这样你就是持赢保贷 那你当贪亥稽额 但是不能赔钱 就是所谓十拿九云的方式 如果你能接受这种看法 你在这个法人这个当下 这么跟你对筑的行情 你就可以赢定了 这边来讲 今天行情没有什么 可以跟你解的 我从来不跟你解强势股在哪里 我的强势股在单那里讲 你看单你都知道 大盘是假象跌的 你随便相不相信 因为反正就剩下礼拜一跟礼拜 这个东西如果为这个 你不用来演讲会 你要为了怎么去找寻 单景这种形态的股票 还有没有 我要送你一档 送你一档这个 那你不要猜到哪一档 这是哪一档 来 我跟你讲 我来跟你讲 现在也不止一档 因为当下大盘在 我那时在公告要扮演讲 大盘都还没破底 现在破底之后 不得了 更有很多好的股票 你要把你的成本区 拉到跟法人成本区一样 法人到底怎么 为什么法人买进的点在哪里 他怎么去选择一档股票买进的点 晚上会公开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帮大家一点小忙 趋吉避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有时候法人的点 我常说股市就四个字 你在超过股票之后 会赚到你完全什么 不是急急躁躁 耐心等待拉回的好买点 就算一档再好的股票 你要耐心等待拉回的好买点 就像你单景来讲 你在这段你都没跟上 你看他等多久 等了快一个月的前两天 9月23号 然后再出现一个好买点 如果你急急躁躁 因为有一天不小心堆到169块 说实在自己没关系 但他有很多次机会给你买 为什么这次可以买 实际上这个地方当下 当下来讲 他这边有个黑黑 这个都不用讲了 这个我就给你简单一点来讲 十日平均线很重要 不要再跌破了 他第一次回来 那个十日平均线怎么可能 上一次为什么101止跌 十日平均线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 然后说那为什么我的十日平均线 到了时候我会跌 因为你的股票是空头嘛 他不是喷出段嘛 那的确股票已经走到喷出上 就告诉你 你准备这档股票 你没有的 不要任意再去做最高的动作 不是他不会涨 喷出段的股票是最会赚钱 但是你要在他喷出段之前做规划 你说我讲什么道理 你知道就可以很容易赚得到钱 一档股票可以 就各位公交 你单单我单几个人 每一张你最少赚好五十块 就以借来讲 因为他现在大概一百五十块嘛 对不对 涨到被人家预收款项了 还是不愿意跌 为什么 人家的月季就是这么好 九块到十块 那话又说我没有跟你讲过吗 好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东西一定要证明一下说 你相信我就对了 你相信有人可以有专业带领到 你要规划这个东西没这么简单 你看基础线你看93.3 我那管8月29号的时候 我们要办延远会之前 特别把这档股票列入 当初我们要送的股票之一 这档股票有没有让你失望 因为那时掌握到什么 基本面 他今年比去年大成长的 九块到十块 这个东西是可以规划的 一家公司的成长 说是老板薪资肚明 包括你的法人 之外有点关系 都拿得到那些报告 你不用等到报章媒体 可是你看到报章媒体 跟你谈的时候 实际上单紧已经来到 一百五十块左右了 差五十块 但那时候你如果知道 它是九块到十块 你就不会觉得单紧来得高 再配合技术线型 它是下个月这么巧 它是第八个 就是我们那时是八月底 办演讲 刚刚是九 第九个月 第九月份是第月线来讲 这个东西可以教你 都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趋吉避凶一下 没来演讲会也没关系 这个给大家截个月 第八个月 第八个月上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所以这档股票 这个月一定是一涨难跌 配合它的基本面 所以基本面跟技术线 一定要结合 还有包括你要去破除一些什么 不要老师跟着爆章媒体 那些垃圾新闻 你说老师那爆章媒体的新闻 不是不准它太晚了 你这资讯太发达 你不要那种新闻 那种新闻说一份报纸多少钱 顶多十五块二十块吧 每天这么高兴看 看这么用功看 给我答案什么 答案就是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要层面要什么 因为那个叫落后讯息 你要是在这个地方看到那个爆章媒体 就OK了 把我联发科 我们再真名一档研发科 这个东西你又不能说 老何老师你两个 我这人基本上股票很少 而且我的股票值得你去 你去长期做追踪跟印证的 在投资朋友 你再赚股票钱 就是要这样子你才真的赚 不是每天东一档股票涨一档 西一档股票涨一档 今天说的时候 你说老师那有三家涨停板 涨哪一家 坦白讲我不知道哪一家涨停板 因为我没在看那个 我只关心我应该让会员 赚到钱的东西 包括有些股票它不对了 我会叫你避开 你不用等到在这个地方 看到九月的时候 看到外资跟你喬降的时候 你跟着去停损掉 这要追高杀低 散户一定准赔 你只要克服追高杀低 那我说奇怪 我说我低阶怎么都不会赚钱 你低阶的股票就是套牢股票 当然不会赚钱 股票要耐心等待 就像联发哥要耐心等待 他回撤的好买点 就是法人在发布这个讯息的时候 在联发哥这个地方 说实在也没什么会下跌的空间 所以你是不是很悲 你看到这个东西 原来我的联发哥从500多块 跌到这个地方 是因为这一桩 法人降频 就真的是这一桩吗 他早就卖光光了 还给你降频 希望你赶快卖出来 然后他是不是要准备要 对 联发哥你可以带来 联发哥这样公司说是还蛮优质 就是有点 他的成长的动力也是相对什么 有点 给人家一个稍微调整期 那我们没有这么坏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你没有必要买在联发哥520块 我卖在联发哥520块 你还可以很从容的跟着下车 因为他涨超过到540块 我这边来讲 那结果这8月9月 你超过高价位股 只要好好锁定一档 你说没有丹琴应该也有缩合吧 对不对 缩合就好 缩合也是买在一个相对 讯取最悲哀的时候 怕死 然后结果现在怎么样 442的缩合 那时候的442块的缩合 就如同联发哥当下400多块 也是发布利空 对 那你说老师 是不是利空都可以检视 你自己检视 我帮你判断好不好 你这样的趋势逼凶下就不错了 今天说实在 今天说实在 大盘在上涨过程里面 我说我不是很重要 因为投资朋友 那时心里是比较热忱一点 因为我自己谈得好 这说到你自己 但在下跌的过程里面 专业就出来了 专业绝对不会让你有任何的什么 一些闪失 那你看看缩合今天 稳稳的在这边 你除了证明以外 你看缩合今天来到591块 超越当初的联发哥 跟你说给你先玩一下不错 那这张股票 说实在他还来到哪里 他来到 他来到这个位置 是在 缩合说实在这个月真的 实在缩合如果你严格讲一下 他长了没有 他连第一根红都还没有开始呈现 但他跌到 他这个多头的一个修正坡 你会看对不对 到底缩合他未来有没有机会 开花结果 这东西晚上演讲会告诉你 因为毕竟缩合已经长上来 但为什么我看到什么 我知道缩合要这个地方 你要不能做一个任何杀地的动作 包括在550万 告诉你 你竟然550万卖掉的话 你是不是刚好 最会涨的那段又没有了 包括竟然大盘怎么跌 缩合说 不要说550 早上你买到571块这边就不错 盘前你大概下半时的时候 实在那个缩合就唯一的进来最低点 你要只有进来566 你说老师真的 你有买到566 我怎么不知道 你没有电话留给我 怎么跟你讲 对不对 有时候这种东西 有时候你要真的相信 你要做东西再来找我 你不做东西 我们服务人员不会给你转电话 我们又不是给你报名牌喜家 你看我电视要报名牌 我就报得很准了 不要追高杀低 克服这个东西 但是那个下跌的恐惧你要敢买 你可是下跌的时候 你就想到我的股票要套牢怎么办 所以这种东西一定要趁着这个时候 把股票调整 股票超过5档 你在股市就输家了 严格讲一两档就不错了 因为投资方面他比较惶恐 因为当下这档也赔 那档也赔 所以一直说你都5档好不好 分散投资 最多也是5档 你一定要集中到5档 不会集中的话 欢迎你今天来演讲会 我帮你做一个集中一下 但是无成务事 最好你是赶快 我又不是电脑 你如果股票太多了 我没给你抽 你先拿到给我们的团队 帮你做个先整理完 到现场我们就两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多的时间 大家简单明了 重点是告诉你怎么处理 无处别再把电话拨通 包括我们也有什么资料给你了 有了 错过单紧 只有把我送这档给你 单单这档 你就知道 就怎么样 就买对一档就够了 就这样子 而且横黄行情又下跌 你不买对一档 你要买十档 怎么会赚钱 有兴趣的把电话拨通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洲投顾何老师收费讲座 第四季黑马骨 9月26号星期五 晚上7点到9点 台北奔亚国际会议中心 9月27号星期六 早上10点到12点 台中企业家大饭店 下午2点半到4点半 高雄华王大饭店 晚上7点到9点 台南天下饭店 咨询专线02 2578-3777 2578-3777 每样都想吃耶 怎么办 快去贵族世家 逼一下 安全看得见 丰富的美食 还有限点先做的料理 怎么可以这么划算 约会聚餐的好地方 幸福就在这一刻 贵族世家 亚洲投顾何老师收费讲座 第四季黑马骨 9月26号星期五 晚上7点到9点 台北奔亚国际会议中心 9月27号星期六 早上10点到12点 台中企业家大饭店 下午2点半到4点半 高雄华王大饭店 晚上7点到9点 台南天下饭店 咨询专线02-2578-3777 2578-3777 在一起害虫 小面敦隔热并没闻 新鱼一体电纹箱 适用各种电纹箱器 新鱼一体电纹箱 鱼保护您 亚洲投顾何老师收费讲座 第四季黑马骨 9月26号星期五 晚上7点到9点 台北奔亚国际会议中心 9月27号星期六 早上10点到12点 台中企业家大饭店 下午2点半到4点半 高雄华王大饭店 晚上7点到9点 台南天下饭店 咨询专线02-2578-3777 2578-3777 马铛叶分解茶 解油腻差无比 爱之味马铛叶分解茶 新上市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台经台 有我们第二单元 那相对来讲 当然在演讲会的过程里面 说实在都一时的 但是说实在 这个当下来讲 很多一些重要的东西 都在当下就是一个小小的美港 你要注意 我一定会跟大家谈 那包括来讲 还有党安可 今天也相当漂亮 这代表跟你讲说 大潭不会怎样 你说昨天美股大跌 美股大涨我们也没涨到 美股大跌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它跌 可是很话 很多人就看到美股在大涨大跌 都很容易跟着它后面做动作 没有摔错 你要对手把电话拨通 该做什么动作 这来跟你讲 因为台湾实际上它有它的规律性 就是开盘你要看得懂 这个行情是 有时候你们发现到美股大涨 台股要开高 开一点点高 怎么大跌 反而大跌更严重 对不对 因为有经验人实际上这个东西 你要知道 到底它开的是什么盘 所以那个都不是你短线很想要知道 所以我不太喜欢带你做短线什么 短线是帮你趋吉避凶 有时候你不必要去追高嘛 对不对 那包括安可这档股票今天相对就很强势 对不对 我今天早上跟我会员讲什么 也送给你了 这也没什么 这档股票现在问题要怎么样正式开始在急功 在重点 对不对 这个月也是没问题 这个月也是涨的 我就说第一个月这档 这个红K棒什么 第一根红而已 还蛮漂亮的 怎么可能 但这档股票基本上它防守点在 就是很近 开盘就开得很漂亮 你看不看得懂 你说韩老师开盘开得很漂亮 他真的很漂亮 他进行的低点 对啊 你要怎么看 我又怎么看的 所以高手要跟 这就是懂不懂 你懂我的东西的话 你就知道说 这个人真的有内 不要说 这何老师 共委 好像都没讲很多的东西 我要讲这么东西 我讲重点给你听就好了 你听得懂的 你就懂得我在跟你谈什么 这边 那毕竟这个地方说是还没正式启动 因为这档股票说实在 短线来看它是一个修正 修正 但这档股票说实在 已经告知你什么方向很没有 你有的续报 只是很可惜 早上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买一点低档 你不用追高杀低 前两天涨得不得了 就多少人一直打电话问我 说38块要买 38块 我就不要急了 33.8了 等下买到的时候 又跌了又跌了 所以有时候东西 你当下 你既然这么要 及时的行动 你说 能让他整理完毕 修正完毕之后 你这个东西说实在 不是说 单单一句话可以解决掉的 你电话留着 股票不要多 你股票观察一两三档就好了 两三档股票 所以你股票要怎么样反败为胜 实际上单单你的股票 你把它集中在三档就好了 好好从那三档里面做什么 好好的下功夫 找出你的原因之所在 不要 我曾经看过人家股票一百多档了 你有赚有赔 你根本是股市就是毕业了 真的 所以让安可在演讲会告知你 未来我的看法在哪里 包括这边来讲 包括来讲 再证明一档股票 这个月只能做哪一档股票 这个月高价位只能做 高价位你要成为有钱人 对 一定要做高价位股 现在很多高价位股 我常跟讲说 你都是经历过 它的过程 但真的它很 你都没有很漂亮 把它好好的什么 带钱回家 真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股票太多 所以你没有好去观察每一档股票 它有规律性的 尤其台股 说实在台股是看起来是很牛逼 但是它是给懂的人操作 它是高手中的高手 台股基本上它有它的规律性 你就是没把那个迷糕抓到而已 每个人都说它有迷糕 不然你再去买软体 多买几家 不是我 不是说我去嫉妒人家 像我没软体嫉妒你买软体 我是觉得说 有时候你真的要学功夫 不是浪费钱的 这叫浪费钱 你把那个钱拿去 好好的自己 自己好好的 真的是浪费钱 你把那个 技术软体说实在 它是给懂的人用的 你说越搞越复杂 反正对你没有帮忙 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事先的规划 那你所有软体 有做到事先的规划 但是这一点它是 它一定让你不会赚大钱的 我绝对有做到事先的规划 你包括你的会员 只要你什么股票拿来 不要说太多 因为太多说实在 我也要 我长期我在电上跟你讲过 我马上可以告诉你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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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一个未来 性在哪里 这就是事先的规划 你有事先的规划 你就可以赢法 你为了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虽然那个报章面 都假的 我也很少在看什么报章面 有时候连电视都没开 晚上累了一整天 看什么电视 对不对 我们要休息 让眼睛休息 等到明天早上 那时候增大一点 帮你赚钱 所以你认同我就来 所以有时候做股票 不要这么紧张 一定要盯着盘 像你越轻松 你钱赚了越多 赚了越多 不是说你花多少功夫 像有些东西 是你劳力的激盪 那你要化繁为减 你就可以很好赚 那接着来讲 基亚的部分 你当初 基亚的部分 现在也再一次证明 它这种股票都有机会让你出 所以我跟你講 我们的东西只要有规定 它现在持续又再跌 我就跟你讲说还不要急 如果严格讲 它今天跟我还没到 等到21天 你再考虑就好了 对不对 我已经跟你讲过这么清楚 那你换到碩盒来 你这个地方就比较好赚钱 那碩盒我也公开跟你讲 这段都送给你赚 所以我昨天 我也告诉他 你的机会来 就这边 就这么讲 你说对 你这边有个跳功缺口 你怎么不要买 我就没有注意到 所以你的股票太多了 我会帮你注意 你有个团队 你股票少一点 一档一档的做 他说每天都要赚钱 赚钱不是每天赚 是你一定要掌握到 他真的好的一个 波段的回撤的什么 等待那个拉回来 你就赚了很多 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说实在 你不要再杀低了 这个地方就是缺口 你的机会 包括我上次跟你讲 这次股票说实在 已经很强了 他从这个地方 一步一脚印把你带过来 你不管买任何一点 你都赚钱 把我来这边告诉你 不要追高 那这档股票我懂不懂 要操作高教 你可以成为有钱 有钱的过程 就一定要操作高教股 所以高教想操作 现在方向你把做盒 带过来 等一下演讲 晚上就要开始了 你好好的把握 我会好好地跟你讲 做盒的未来 要怎样走 才可以让你赚更多的钱 自行好好的把握 祝大家专门面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 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亚洲投顾何老师收费讲座 第四季黑马骨 9月26号星期五 晚上7点到9点 台北奔亚国际会议中心 9月27号星期六 早上10点到12点 台中企业家大饭店 下午2点半到4点半 高雄华王大饭店 晚上7点到9点 台南天下饭店 咨询专线02-2578-3777 2578-3777 工作压力大吗 变通了 晚上吃饮力 早上不便利 照顾好自己 中美变通了 仍获国家生计医疗品质奖 亚洲投顾何老师收费讲座 第四季黑马骨 9月26号星期五 晚上7点到9点 台北奔亚国际会议中心 9月27号星期六 早上10点到12点 台中企业家大饭店 下午2点半到4点半 高雄华王大饭店 晚上7点到9点 台南天下饭店 咨询专线02-2578-3777 2578-3777 忘不了爱的滋味 爱滋味欧望你生气 我美方啊 很困难体验 爱滋味欧望你生气 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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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